大家好,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所有的目光的焦点都放到了大陆的这个新冠病毒上了 那么媒体啊,自媒体等等铺天盖地都是关于新冠病毒的新闻 这就是媒体的聚焦效应啊 当一个大事发生的时候,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到这个事情上了 会导致其他的一些焦点被转移掉,甚至被忽略掉了 事实上,在过去的一个月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 尤其是在国际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当然啊,这个新冠病毒啊,尤其是在华语圈被放的这么大啊 焦点这么大,和中国大陆这个特殊的地方有很重要的关系啊 尤其是在华语圈,那么但凡大陆有一些负面的新闻都会被放的非常的大的 其实我们来看后面日本新加坡或者台湾香港等等 对这个新冠病毒的处理啊,是非常的不得当的 应对也是非常的适当的 但是似乎也没有人去注意这些事情啊,也就我注意注意吧 对吧,但是也没有什么人看啊 这也就是说呀,那大陆的一些负面的事情往往被放的非常非常的大 尤其是啊,这个新冠病毒在大陆最开始是一个未知病毒 它的整个认知是有一个过程的 港台也好啊,日本新加坡等等 它其实是已经了解了这个病毒的传染性啊 而且病毒早就分离出来了等等 用网上的话讲,他们面临的已经是一个开卷考试了 但是应对也是非常适当的 那么不详细说这个话题了 在过去的一个月吧 有几件事情吧 那么这里主要说一个就是美国民主党的初选啊 在民主党的老艾瓦和辛罕布什尔已经选完了 从目前来看啊 桑德斯是最大的赢家 其次就是不得及格 先说桑德斯吧 我在民主党刚开始初选 已经七八个月之前了 曾经录过一个视频 那个时候非常看好伊丽莎白沃伦 其实也包括桑德斯 我还特意翻看了一下那个视频 其实把他俩放到一起说的 那么更看好沃伦是因为他稍微中间一些 和原本的建制派啊 有一定的联系啊 当时沃伦的民调是非常的低的 因为印第安小公主事件嘛 但是后来呢 他的民调在不停的往上走 但是对吧 这个初选 这两个州初选之后啊 垮得非常的厉害 呃 原因也很简单 他的垮 嗯 在一两个月前就已经露出迹象了 就是在这种啊 政治上 左的越左右的越右的时候 千万别不要想着往中间靠 那么沃伦后来有点要往中间走 想两头的票都吸一吸 再加上后来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啊 嗯 但是桑德斯呢 怎么说呢 桑德斯的很多东西啊 是非常口号式的 具体的政策呀 并不是非常的明晰 可是他胜在几十年了 过去这几十年没有变 理想主义 那么很多时候啊 嗯 理想主义是能忽悠很多人的 我们包括在中国的啊 知乎也好 微博也好 对吧 很多理想主义的这种激情吧 会得来很多的赞誉和钦佩的 但是啊 桑德斯又不能完全给他归到理想主义上 归根结底 就是美国的整个社会环境和社会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实我们纵观美国其实也包括欧洲甚至全世界的发展上 大概三四十年有一轮变革 每一次 对吧 都是往左走 往左走之后再往右走 这个归根结底是什么呢 当有新的增长点啊 一个国家也好 或者全球也好 经济有增长点 共同往上增长的时候 那肯定是往右走 也就是说蛋糕在不停的做大的时候 如何分蛋糕并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因为所有人都能够在这个增长当中获利 肯定会往右走 那么当全球的增长啊 或者放到一个国家的增长 已经达到极限的时候 那贫富分化的问题就出来了 如何分蛋糕 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所以它一定会往左走的 比如美国 对吧 当年的大萧条 大萧条的时候就是往右走嘛 过去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往右走啊 搞小政府啊 自由经济啊 那么一直到大萧条之后 罗斯福上台 罗斯福就是非常往左走的 搞大政府啊 社会福利 对吧 然后又兴建了很多公共工程啊 当时全美高速啊 全美电气化啊 等等都是在那个时候做的 那么罗斯福能够做这些 对吧 大萧条之后 美国那个小政府财政没有钱 它是如何实现的 就是增发了一倍的货币 就等于啊 政府把民间的财富 蒸发了一半 然后到让政府 拥有了一半的货币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就有钱做很多事情 可是这个民间财富啊 主要还是有钱人的财富 穷人 对吧 在大萧条时代 他是没有财富的啊 呃 所以罗斯福和当时的资本家 尤其是银行家 有一个很重要的话 就是 大 原话我忘了 大意义就是 他要采取这个手段了 要劫富济贫了 对吧 我要发一倍的货币 让你们财富缩水一半 那这些人很肯定不同意啊 那罗斯福说你们只有 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就是听我的 第二个选择 美国共产主义上台 你们就要被拉出去 屁肚了嘛 那所以资本家只能选择 第二条路 呃 罗斯福之后 一直到里根 里根的新自由主义 对吧 新自由主义之后 美国又开始小政府了 又开始往右走了 那么走了大概 三十年左右 又到了今天了 呃 今天无论是全球经济 都处在一个平静期 美国的经济啊 也处在一个平静期 向上增长的动力 已经很小了啊 克林顿时代 以互联网为主的那一套 巨幅的增长也到头了 那么新的增长点并没有 呃 从世界范围内 利用美元的三大霸权 割韭菜 也很难实现 其实也没有的割了 那如何解决目前美国的社会问题啊 那也像之前啊 在直播中回答大家问题的时候 说的 那说中国 其实放到全世界都一样 很多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 呃 如果能解决发展的问题的话 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 就像一个企业 你这个企业可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只要企业一直盈利 员工的工资能发出来啊 年底的年终奖 每年都能往上涨 那这个企业的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 可是你假如这个企业 利润不能实现增长了 甚至员工发工资都有困难的 哪怕你以前没有问题 都会凭空的产生一大堆的问题 哪怕以前的小问题 这个时候也是大问题 呃 中国先不谈 就是说美国 因为要说美国这次民主党的初选了 美国目前呢 就是这么一个企业啊 向上的增长已经不足了 没有新的利润了 并不能让所有的员工 那可能中上层的员工吧 啊工资还在增长 但是中下层的可能很难往上走了 那这个时候很多的问题就会都会出来的 很多问题都会变得很大的 那么我看知乎也好啊 或者群里私聊也好 显然华人对桑德斯是非常恐惧的 我没看有几个支持他的 对吧 一致认为他上不了台 其实他上不上台 并不取决于美国的华人 也不取决于华尔街 华尔街也许会操纵媒体等等 但是这种操纵呢 是在整个社会依旧是往上走 整个人的思潮比较温和的情况下 可人一旦走到极端的时候啊 这些东西并不管用啊 这也是为什么建制派垮的这么快 拜登垮的这么惨 所以布隆格我觉得 也未必能有多大的市场啊 嗯 说来说去吧 就是这个社会啊 已经变了啊 这个美国的经济基础也变了 那么所以呢 桑德斯 到底有多大的希望 其实我们可以回到一本书 就是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调查 其实我还读了一下他的这篇文章 呃 我们可以简单的归因吧 就是越穷越革命 无产阶级啊 他失去的是家所得到的 却是整个世界 为什么 因为无产阶级 没得什么失去了呀 无所谓 也就是说呀 越是处在社会底层的人 越不怕变革 因为本来为什么也没有嘛 你变革又如何呀 也许变一变会更好 那你更坏 你也坏不到什么程度去 尤其美国这个粮食是很丰富 你再坏我也饿不死 没准备好一好 呃 就像之前我看印度的总理啊 一个印度人讲的 美国那个状况 很多人其实连存款也没有 500美元拿不来 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 如果他说的这个是真的 如果美国大部分是真的话 那桑德斯上台也是必然的 这次不上台 下一次马上会有一个桑德斯式的人物 譬如AOC 这一类的人物就要上台的 因为如果按照这个印度总理说 这个情况是属实的话 对吧 很多的家庭 连500美金也拿不出来的话 这一类人就属于越穷越革命了 无所谓 对吧 变一变 有什么坏入呢 再坏能比现在坏吗 这个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判断吧 这个民主党和桑德斯能不能上台 还是要看一下美国目前的社会各阶级的基础 当然我是分析不了的 因为不在美国也分析不了 所以很难下个论子啊 那所以看视频的有很多在北美 我觉得大家应该对整个北美的社会情况更清楚 不要活在华人圈里 因为什么 华人人数太少 在美国总统这个级别的选举上 有没有华人 哪怕华人都不投票 或者都投给某一个人 我不觉得有多大的影响 当然除非很多的华人大量的迁徙到 美国那几个人数特别少的摇摆州 但事实上也不可能 华人主要集中在加州嘛 还有纽约等等 这几个州 加州也好 纽约也好 人口都非常的多 那我个人认为呀 我不怎么看过川普啊 但很多时候不要让我做预言 我预言都是反的 那也未必 其实我很多预言也是正的 只是你挑反的 但这也不是预言 只是怎么说呢 就算一种猜测吧 其实没有人能够预言的好 很多事情变量太大 对吧 接下来应该是 美国哪个州要出选来着 反正是一个黑人比较多的州啊 然后3月3号 是黑色星期二 对吧 3月3号其实基本就大据定了 当然这里面也有风险啊 如果 桑德斯啊 不能过半的话 美国那个超级代表就来了 美国的那个票数交易啊 民主党那个票数交易啊 当然不是 共和党是不是 不是这样 民主党那个票数交易 对吧 这几个候选人得那些票是可以交易的 交易之后 嗯 不过半的人 谁能过半等等 这个过程是非常的肮脏的 大家这个就不详细的说了啊 总之吧 总之吧 嗯 不管怎么讲啊 哪怕这一次 桑德斯不上台 那么美国如果也没有新的增长点的话 那么 民主党肯定一继续往左走 不会往中间走的 那 呃 我看知古很多华人都批判的 民主党不吸取 和川普败选的教训 太极端了 吓跑了很多人 但是太极端 吓不吓跑很多人 我觉得民主党自己更清楚 台湾 国民党民进党 都有各种民调 党内民调 我不认为民主党会没有 美国的选举时间又更长 社会形态有比台湾要成熟一些 他不可能没有 他对整体的选民结构 应该是有一个把握的 而且 中期选举的时候 民主党是大胜的 正义业胜 其实参议院也胜 那参议院共和党继续占多数 是因为 中期选举的时候 参议院不是全选 他只选了少部分参议员 但是这少部分参议员选举当中 民主党也是胜的 而且 之前美国有几个州的选举 州长的选举 也很危险 尤其是德州 那个拉丁裔的州长 在这次民主党的总统出选里 应该看出来 这个人其实很烂 看就这么个人 差点干翻了德州 共和党的大分型 这到底是为什么 事情正在起变化 但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吧 我觉得还是 现在美国到了分蛋糕的阶段 但是分蛋糕如果分不好的话 很容易分出内乱来 这是必然的 所以最后吧 还是那句话 那么 桑德斯能不能上台 还是取决于美国的整体的社会 阶层状况 是否真的像 新加坡那个印度总理说的 很多人一个月500美金都拿不出来 如果是的话 那桑德斯肯定是要上台的 很多华人可能工作不错呀 还有存款呢 我估计你们未必会理解 但是这种事情历史上 是无数次的在演绎着 还是那句话 无产基地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它往往期待着社会变革 你变了再坏又坏怎么去呀 比我现在还坏吗 尤其是美国 产量大国 你再坏又饿不死了 吃饭不是成问题的 其他的方面 那不如变一变吧 社会求变民心求变 有的时候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他加上桑德斯虽然是个犹太人 但其实他又没有犹太人的 那种特征 而且黑人不一定喜欢他 但是不讨厌他 就是黑人会投他的票的 但黑人肯定很少有投川普票的 但黑人不是没有共和党的 但是总的来说比例很低 事实上美国的政治的这种极化 或者往两极走 从阿巴马时代就开始了 也许大家要追根溯源 就像我们说 冥王到底亡在什么石头啊 这个冥王于天启 冥王于万利 再往前追 冥王于佳境 甚至你追的更早 能亡到朱元璋的 建国那天 很多的政策的失误 就导致了200年后就要完蛋了 你这么往前追 能追的很上 但是最直接的来讲 奥巴马时代就是极化的开始 奥巴马为什么搞政治胜确 对吧 这就是两极化的开始 选民结构的改变 传统的民主党的那套思想 坚持不下去了 所以很多人说 现在川普的这些主张 就是奥巴马之前民主党的主张 以前佩洛西也主张建强了 那是因为奥巴马这个黑人总统上台了吗 奥巴马这一个人能改变这么多东西吗 很多事情不是一个人就能改变得了 实事遭用性 是因为这个时代需要奥巴马 同样这个时代 也可能需要桑德斯 很多时候千万不要活在自己的圈子里 至于这个桑德斯 比如全民医疗这些能不能实现 很多人算账 根本就实现不了 这不重要 如果选民真的这么理性的话 奥巴马 桑德斯 川普 那一个也上不了台 问题是大部分选民 根本就不理性 你具知语体能不能实现 如何实现 选上再说吧 那好了 这期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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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